那盏叫父亲的灯 作者 池子剑 父亲在世时 每逢过年我就会得到一盏灯 那不是寻常的灯 从门外的雪地上捡回一个罐头瓶 然后将一瓢开水倒进瓶里 啪的一声 瓶底均匀的落下来 灯罩便诞生了 再用废棉花将它擦得亮亮的 灯的底座是木质的有花纹 从底座中心定透一颗钉子 把半截红竹固定在上面 带到夜幕降临时点燃蜡烛 再小心翼翼地落下灯罩 我提着这盏灯觉得自己风光无限 父亲给我做的这盏灯 总要花上很多功夫 就说做灯罩 总要捡回五六个瓶子才能做成一个 尽管如此 除夕夜 父亲总能让我提上一盏称心如意的灯 没有月亮的除夕夜 这盏灯就是月亮了 我提着灯怀揣一盒火柴 东家走西家窜 每到一家都将灯吹灭 听人家夸几句这灯有多好 然后在心满衣足地点燃蜡烛 去另一家 每每转回到家时 蜡烛烧得只剩下一汪油了 那时父亲会笑音音地说 把那些光全折腾没了吧 全给丢在路上了 我说 剩下最亮的光赶紧提回家来了 还真顾家呀 父亲笑着说 便去看那汪蜡烛油上斜着的 一束蓬勃芬芳的光 父亲说 过年要里里外外都是光明 所以不仅我手中有灯 院子里也是有灯的 高高挂起的是红灯 灯落碎长长的 风一吹刷刷响 低处是冰灯 放在大门口的木墩上 无论是高出屋脊的红灯 还是安闲地坐在低处的冰灯 都让人觉得温暖 但不管他们多么动人 也不如父亲送给我的灯 美丽 因为 有了年就觉得日子是有盼头的 因为有了父亲 年也就显得有声有色 而如果又有了父亲送我的灯 年则妖娆迷人了 我一年年地长大了 父亲不再送灯给我 我已经不是那个提着灯 窜来窜去的小孩子了 我开始在灯下想心事 但每逢除夕 院子里照例要在高处挂起红灯 在低处摆上冰灯 然而 父亲没能走到老年就去世了 父亲去世的当年 我们没有点灯 别人家的院子里灯火辉煌 我们家却是黑漆漆的 我坐在暗处想 点灯的时候 父亲还不回来 看来 他是迷路了 我多想提着父亲送我的灯 到路上接他回来呀 爸爸 回家的路 这么难找吗 从此以后 虽然照例要过年 但是 我再也没有提着灯的福气了 一进腊月 家里就忙年了 姐姐会来信说 年忙到什么地步了 比如说 被子拆洗完了 年膜蒸完了 各种吃食 也准备的差不多了 然后催我早点回家过年 所以 不管我身在哈尔滨 西安 还是北京 总是千里迢迢的 冒着严寒 往家奔 当然 今年 也不例外 那月二十六 我赶回家中 母亲知道 这个日子我会回去的 因为 那月二十七那天 我们姐弟 要请父亲 回家过年 我去看父亲了 给他献过烟和酒 又烧了些纸 已经成家立业的弟弟 叩头对父亲说 爸爸 我有自己的家了 今年过年 去儿子家吧 我家住在 弟弟 把他家的住址门牌号 重复了几遍 怕父亲记不住 我又补充说 离综合商场很近 父亲生前 喜欢到综合商场 买皮蛋来下酒 那地方想必 他是不会忘的 父亲的房子上 落着雪 有时 从树林深处 传来几声鸟鸣 我们一边召唤着父亲 回家过年 一边离开墓地 因为母亲住在姐姐家 所以我们都到这儿来 姐姐的孩子 小虎刚过周岁 已经会走路了 一进门 母亲就抱着小虎 从里屋出来了 我点着小虎的脑门说 把你老爷领回来过年咯 小虎乐了 他一乐 大家也乐了 可是 当晚 小虎哭个不休 该到睡觉的时辰了 他就是不睡 母亲关了灯 千般万般的哄 他却仍然 嘹亮地哭着 直到天亮时 他才稍稍老实起来 姐夫说 可能咱爸跟到这儿来了 夜里稀罕小虎了 说得跟真事似的 我们都信了 父亲没有看过他的外孙 而他生前 又是极其喜欢孩子的 我们从墓地回来 纷纷到了姐姐家 他怎么会路过女儿的家门 而不入呢 而他一进门 就看见了小虎 当然 更舍不得离开了 母亲决定把父亲送到弟弟家去 早饭后 母亲穿戴好 推着自行车 对父亲说 孩子也稀罕过了 跟我到儿子家去过年吧 母亲哄孩子似的说 慢慢跟着走 街上热闹 可别东看西看的 把你丢了 我可就不管了 母亲把父亲送走的当夜 小虎果然睡得很安稳 第二天早晨起来 他把屋子挨个走了一遍 一双黑盈盈的眼睛 滴溜溜地转着 东看西看 仿佛在找什么 小虎是不是在想 老爷到哪儿去了 初三过后 父亲要被送回去了 我多希望永远 也不送他回去 天这么冷 他又有风湿病 一个人挽回走 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正月十五到了 多年前的这一天 在一个落雪的黄昏 我降临人世 那时天江要黑了 窗外还没有挂灯 父亲便送我一个乳名 迎灯 没想到 我迎来了千盏万盏灯 却再也迎不来 父亲送给我的那盏灯了 走在冷静的大街上 忽然发现一个苍老的麦灯人 那灯是六角形的 用玻璃做成的 玻璃上还贴着福字 我立刻想到了父亲 正月十五这一天 父亲的院子该有一盏灯的 我买下了一盏灯 天江黑时将它送到了 父亲的坟地 叉 花跟火柴 周围的夜色就颤动了一下 父亲的房子在夜色中显得 华丽醒目 妻妾 动人 这是我送给父亲的第一盏灯 那灯守着他随灭 这里 油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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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染